今天我们来聊一首禅诗 禅诗顾名思义是指和佛和禅相关 包含禅礼禅义的诗词 比如六祖慧能大师的这首五颜禅诗 可能大家都听过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其实我国历代写禅诗的高手很多 你像寒山 石德 王范志 王维苏氏 曹雪芹 还有近代的赵朴初大居士等等 他们的禅诗有些我们之前有聊过 很多人也喜欢读禅诗 感受禅趣的同时 可以得到很多禅意的启示 没关注的朋友欢迎您点击关注 这样以后就能更方便地 看到这院书香的节目更新了 还有动动手指点赞或者转发分享 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 今天我们来聊一首 五代时期布袋和尚所写的一首禅诗 叫做插秧诗 出自汉卫六朝诗讲录 布袋和尚也叫契子和尚 因为他的肩膀上总是背着一个布袋子 所以人们亲切地叫他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笑口常开 幽默风趣 聪明智慧 与人为善 乐观包容 深受人们的尊崇和爱戴 民间传说布袋和尚是弥勒佛的化身 他也被人们看作是如今很多寺院弥勒佛的原型 去过寺庙的朋友一般都会对笑呵呵的弥勒佛印象很深刻 可能还会留意过弥勒佛身边经常会有的内附对联 说大度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 笑世间可笑之人 大度弥勒佛表示量大福也大 提醒诗人学习包容 那么这位布袋和尚 一代高僧 他写的禅诗有什么独到之处 又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思索呢 这首诗写的是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静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首诗是插秧诗 描写的是农人插秧时的画面 据说是布袋和尚在油画民间的时候 经常和种田的百姓们在一起 这首诗就是为了度化他们而写的 布袋和尚的这首诗写插秧 出语平浅 却满含着哲理十分有趣 说插秧人呢 手里拿着秧苗 一撮一撮地插满了水田 插秧的时候呢 低头就可以看到水田中倒映着的 蓝蓝的一望无际的天空和朵朵白云 这样的劳动场景 从小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 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开头两句是写井 实际上呢布袋和尚已经把修道的内容 也在这个写井的过程当中告诉世人了 插满田的田可以是农田 其实呢更可以是我们的心田 而插秧是一个农事活动 一件农活 它可以范指人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作所为 一言一行 包括一个心念 或者是我们的行走坐卧等等 我们的行为呢 既可以修养我们的心田 其实也是我们心田的一种反应 低头便见水中天 这里的低头 比喻熄灭所有的妄想和杂念 将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收回来观察 召觉自己的内心 便见水中天是说 如果我们心境或许就可以更多地领悟到 身心和外境世界的真实面目 其实呢 禅师是可以多种角度去理解的 我今天跟您分享我理解到的 我想这位大师告诉世人的一个道理 那就是 人只有低下头来 那才能够看见水中天 农民们插秧的时候 都必须要弯着腰低着头 这其实是很辛苦的 如果把这些辛苦劳作比做一种修行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做人一定要虚怀弱骨 脚踏实地 如果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很多人都不需要再像我们祖辈那样去干农活了 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 一个人弯下腰 以平等的姿态来对待别人 放下浮躁之心 认真的对人对事 可能才会更有所收获 当然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简单理解 抛砖引玉 也欢迎朋友们来说说您的理解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六根清静方为道 退步原来 事项前这两句一语双关 非常经典 如果从字面意思来理解 就是人们插秧 秧苗需要它的根须很清静 没有腐烂 将来才可能长成道 道骨 六根如果指水道的话 那就是指水道的根须 那么如果是说人呢 说佛法呢 六根在佛教当中指六种感觉器官 也就是人们的眼耳鼻舌身意 所以这句是说 当我们六根清静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明静成静的时候 才能够悟到真正的道 布袋和尚在这里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那就是人们在插秧的时候 人是在一步一步地往后退的 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插过秧 插秧呢是一边插一边退 布袋和尚说了 只有这样呢 才能把整个秧田给插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退步就是进步 这里说的禅礼非常有意思 就算没有念过太多的书 也是不难理解的 秧苗只有根须没有烂 没有被污染 才能够长得更好 在秋天有所收获 得道 得到道骨 而对人来说呢 只有我们的内心 不受到太多尘埃的污染 心里面少一些杂念 私欲和恶念 才能够修成正道 用秧苗来打笔方呢 足以看到大师的用心了 他是希望写诗 是很多人 普通的很多百姓 都能够看得懂的 因为在古代呢 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机会去念书 全诗的点睛之笔 在最后一句 退步原来 是向前 人要想有所进步 内心安宁 其实还是要懂得退 退让和包容 这样的说法 和老子的反者 道之动 是有相通之处的 其实呢 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度 不光是插秧 生活当中 到处都蕴含着这个道理 打拳的时候 把拳头缩回去 才能够出拳更有力 跳远的时候呢 站着就跳 那肯定是跳不远的 我们只有退到一定的距离 才能够跳得更远 一个人 骄傲就一定会栽跟头 但是呢 谦虚谦卑 可能更容易守好 自己的内心 做好自己的事情 现在跨节奏的生活 有时候不禁会想 人生一步一步 何为进 何为退呢 其实我想 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就比如有的人 看起来是一路高歌猛进 势不可挡 其实呢 躲不过一个浪头 有的人看似 走得慢一些 但是可能走得更坦荡 更愉快 也更久一些 咱们能说 哪一种就是更好的吗 这不好说 如果说拿这首诗的主题 插秧来说 插秧的时候 每退一步 轻轻的秧苗 就多了一树 这种退步 其实是一种收获的喜悦 是一种另外的向前 常言说 退一步海阔天空 退一步不仅是人生格局和视野的开阔 更是另外一种收获的呈现 看到一段话觉得蛮有意思的 在这里和各位分享 说愿意吃亏的人呢 终究吃不了亏 爱占便宜的人 终究占不了便宜 给别人留一线 自己也会有后路 给别人一个台阶呢 自己也会有台阶 很多时候进步固然重要 但是退也很重要 这是一种传统的中国哲学 退让一步 可以积蓄力量 可以修整身心 可以看清形式 可以获得善缘 当然了 每个人角度不同 可能看法也不尽相同 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那么想法也是不一样的 当下的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来聊聊您的观点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这里是志愿书香 我是灵溪 咱们下期见